这是我见过最不要脸的轰炸 火力为王的老美 用他们引以为傲的重火力 将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山头 炸到兔子都找不到一只后 直接搬出了曾在欧洲战场上 将德国佬打到满地爪牙的战术 不坦协同 以四辆坦克引领着两个连的步兵 自信满满的向山头发起了一场 插旗式的进攻 然而 让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重火力不多的志愿军 竟然使出了一套非同寻常的打法 不仅让他们的大炮炸了个寂寞 还将冲锋的坦克打成了一堆废铁 那么 这究竟是一套怎样的战术 为何能化解美军神仙级的火力呢 这一战中战士们又表现出 怎样的战斗意志与必胜的信心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李延年前辈 以虚虚实实 无中生有的巅峰之际 吊打美军的不坦协同吧 如果您也认为 志愿军是人类轻步兵的天花板 请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崇敬之情 前面我们讲到 七连已出前战术 干掉美军两辆坦克后 剩下的两辆坦克变得疯狂起来 用90毫米的主炮 对着志愿军的前沿阵地 就是一阵不计成本的猛轰 坦克内的机枪更是火力全开 密集的弹羽将战士们压的头都抬不起来 而他们手中的火力打在铁盒子的身上 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面对美军的步步逼近 两侧的尖刀队只能豁出去了 他们抱起爆破包 跃出掩体 冲向坦克 但在美军密集的弹羽下 也是一跃即逝 队长连中树弹后 拼进了最后一口气 终于将爆破筒甩向了坦克 一到闪光之后 铁盒子周边瞬间腾起了一股白烟 发动机也随之哽咽了两声 冒出一团黑烟后 再次恢复动力 继续向前发起冲锋 看来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铁盒子 就在这时 一名队员似乎看出了门路 他冲出战壕 跑向坦克 旁边的队友看出一图后 用手中的火力拼命掩护 他几个箭步登上坦克 一枚手雷 就解决了里面的坦克兵后 并钻了进去 坦克里弥漫的硝烟 并没影响他的动作 快速调整炮口 对准旁边的坦克 可谁知 对方的坦克也将炮口对准了他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两辆坦克的炮口同时冒出一团白烟 紧接着两个火球腾空而起 跟在后面的步兵也被震倒了一片 两辆坦克瞬间化为了一堆废体 但疯了的美军并没放弃 他们利用坦克的残渣为掩体 在后方机枪的火力压制下 再次向山头发起了几团冲锋 虽然战士们拼死阻击 虽然机枪手将德什卡打到冒起了轻烟 但美军的强悍火力 还是将战士们压得头都抬不起来 眼看冲锋的美军越来越近 阵地岌岌可危 就在这时 一声清脆的哨声响起 战士们同时投出成串成串的手榴弹 冰雹般的弹雨 费劲还在猫着身子冲锋的敌群中 一连串的爆炸之后 这帮美军被炸得爆头鼠窜 只能缩回坦克的后面 紧接着 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哨声 战士们紧急后撤 果不其然 他们前脚刚走 美军那种牛逼带闪电的炮火 就接连而至 又是一阵十五分钟的炮火覆盖 废铁后的步兵 再次猫着身子向前发起进攻 但死灰般的山头 却异常的安静 竟到出奇 竟到心慌 竟到让人毛骨悚然 前面的士兵已冲到战壕前 空旷的阵队让他们松了口气 全都迫不及待地往里跳 指挥官更是高举着M1911 指挥着士兵 顺着交通好向高地发起进攻 谁不知 后方却露出了 数双猫头鹰一样的烈焰 随着爆破手一按电制 一声惊天的巨响后 一堵土墙腾空而起 紧接着 又升起了数个耀眼的火球 战壕里一片鬼哭狼嚎 那么 这波美军被打得有多惨呢 他们又是如何拿下这个山头的呢 请看下集 一股川阻击战舞 调虎离山